64号令 64号令是什么呢 是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 他的这个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改成了什么呢 改成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那咱们为什么还要看呢 因为有些考点 OK 咱们来 找考点 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 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 OK 前面咱们就说了这个考点在那啊 是城市综合交通的组成 是公共交通的补充 国家鼓励巡游出租汽车实行规模化 集约化 公司化 国家鼓励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 这种方式呢 来配置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 招投标啊 能避嫌 当然 还是可以作弊的啊 OK 关于 巡游出租汽车应当安装了一些东西 继承机家设备 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应急报警装置 按照要求喷毒车身颜色和标志 设置有中英文的出租汽车字样的顶灯 可能显示空车 暂停运营 电招等运营状态的标志 按照规定在车辆行目位置标明运驾标准 乘客须知 经营者名称和服务 揭露电话 关于说 经营范围 要求是 如果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 其一点一端 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 还是前面咱们说的 要么起点 要么终点 要么是起点和终点都在 那起点和终点都在 那就不是超出区域范围了 关于用人签订的是劳动合同 或者经营合同 经营合同就是 把车包给谁了 是一个经营 那关于服务过程 有什么要求呢 对车是 车身外观整洁完好 车厢内整洁 卫生无异味 车枚功能正常 车窗玻璃密封良好 无遮蔽物 升降功能有效 座椅牢固 无塌陷 无塌陷 前排座椅可前后移动 靠背轻度可调 安全带和锁扣齐全有效 坐套 头枕套 脚垫齐全 继承机架设备 顶灯 运营标志 服务监督卡 或服务监督牌 车载信息化设备等 完好有效 这个对于咱们 网约车 这些规定也是同样有效的 那关于服务 第一 要做好运营前 例行检查 保持车辆设施 设备 完好 车容整洁 备齐发票 备足零钱 二是衣着整洁 语言为名 主动问候 提醒乘客 系好安全带 第三 根据乘客意愿 升降车窗玻璃 及使用空调音响 视频等服务设备 这是根据乘客 医院 第四 乘客携带行李时 主动帮助乘客 取放行李 五 主动协助老幼病残 运等乘客上下车 六 不得在车内吸烟 即时有异味的食物 七 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 同业资格证 并按规定摆放 粘贴有关证件和标志 八 按照乘客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路线行驶 不得聚载 溢架 途中甩客 故意绕道行驶 第九 在机场 火车站 汽车客运站 港口 公共交通枢纽 等客流集三地 载客的时候应当是文明排队 服从调度 不得违法规定在非指定区域揽客 十 未经乘客同意 不得搭载其他乘客 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 就是拼车 按规定使用进程机架设备 执行收费标准 并主动出具有效车费票据 十二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为名离让行车 OK 这个 其实咱们读了一段之后 你发现这些都是常识 包括下面的这些也是常识 因为咱们有考点 虽然说比较简单 但是咱们知道一下 也是有好处的 乘客对服务不满意识 虚心听取批评意见 二 发现乘客遗失财物 设法及时规判施主 无法找到施主的 及时上交 巡游出租汽车 企业或者有关部门处理 不得私自留存 发现乘客遗留可疑物品的 立即报警 乘客遵守哪些规定 OK 也是属于常识的 不得携带 毅然依报 有毒等危害 公共安全的物品乘车 不得携带宠物 和影响车内 卫生的物品乘车 不得向驾驶员 提出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 不得破坏车内的设施设备 遂救者或者精神患精神病患者乘车的应当有陪同人员或者监护人员 遵守电脑服务规定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停车乘车 按照规定支付车费 还有一个就是乘客要求去偏远冷屁地区或者夜间要求驶出城区的驾驶员可以要求乘客随同到就近的有关部门办理验证登记手续 乘客不予配合的驾驶员有权拒绝服务 这块注意啊 乘客不予配合驾驶员有权拒绝提供服务 那什么情况下乘客有权拒绝支付费用呢 驾驶员不按规定使用计程机架设备或者计程机架设备发生库障时继续运营的 那就是这个计价器不好使或者不准 第二驾驶员不按规定向乘客出具相应车费票据的 三驾驶员因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接受处理 不能将乘客及时送达目的地的 四驾驶员拒绝按规定接受刷卡付费的 OK 关于电招电招的话咱们可以不用看 接着往下找到咱们的考点 法律责任 这个法律责任呢 有的题库里有有的题库里没有那咱们先知道一下 什么情况下是5000到2万的罚款 构成犯罪追求刑事责任 未取得巡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那这个是属于罚谁的呢 罚的是驾驶员 其一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巡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这也是罚驾驶员 使用未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擅自从事巡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咱们可以看这几条啊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啊 从事经营活动的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然后第四条是怎么怎么样 从事巡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这个呢 要么是没有证 要么是超区域 就是抢别人犯网了 要么就是这个车没有证 要么就是 假证 或者是无效的证 从事巡用经营活动的 这是五千到两万 什么时候是一万到两万呢 咱注意看一下 这里是经营者 对经营者是一万到两万 如果是对于驾驶员呢 哎 是二百到两千 这里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驾驶员怎么怎么样 是二百到两千 经营者怎么怎么样 是一万到两万 而不说是驾驶员 还是经营者 是五千到两万 这个咱们在做题的时候 当的时候 我天文老师会详细的说 OK 驾驶员 还有五百到两千的 五百到两千的 在题库里也没有出 负责的又解释了一遍 什么是巡游车 在道路上 巡游蓝客 站脸后客 这是巡游车可以做的 但是咱们网约车 不可以巡游 不可以站脸蓝客 巡游车 喷毒 安装出租骑车标志 以七座 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 又选择题 出这个 七座 及以下 以及驾驶劳务 预约 和网络预约 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 也是七座 及以下 提供的呢 也是驾驶劳务 可以根据行驶里程 时间或者约定的计费方式 这个计费方式 就比巡游车要灵活一些 OK 巨载 什么是巨载呢 就是在道路上空车带走状态下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得知乘客去向后 拒绝提供服务的 或者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未按承诺提供电招服务的 绕道行驶 未按合理路线行驶的行为 溢驾 就是驾驶员与乘客协商 确定车费的行为 甩客 无正当理由 擅自中断 载客服务的行为 这规定是2015年1月1日起 实施 这个倒不是考点 相对来说 这里的考点多数是些常识 除了一些罚款题 但是罚款题呢 按说咱们考网约车 也不应该有 但是有了 咱也不用怕 其实规律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到时候 田阳老师讲提库的时候 我就可以一语给你道破了 这位评论 我们的评论 作评论 那法 пожалуйста 我可以评论 我可以评论 我可以评论